親戚朋友到南機場來逛一逛 趁這一次的打牙季 把南機場的美食 一攤一攤的把它吃 吃到大家安心 是我們南機場夜市所有攤商的理念 所以你到南機場放心的吃 你心中喜愛的夜市小吃是什么呢 台北市產業局每年辦理夜市打牙季 透過夜市推派各類攤販美食參選 最後由民眾網路票選出喜愛的小吃店家 让大眾享受夜市美食之外 也能體驗台北日常文化 今年也即將開辦 南機場夜市就有15家攤販 包括咸酥雞 生煎包 银鴨湯 甜品等 參加角逐寶座 南機場夜市在很多人的心裡面 可能很少知道 但是自從我們有了碧比登以後 因為我們這裡的消費者不認識碧比登 但是碧比登認識了我們以後 就前輔後繼的很多人來尋找南機場的美食 所以目前全國所有夜市裡面 碧比登參盤推薦的美食 南機場夜市最多達到7間 那那些美食真的是不顧虛名啦 他本身就非常認真非常努力的在經營他們的這些食材 那南機場也是周邊附近的這個廚房 很多人有的是三餐基本都打蛋南機場 那南機場這兩三年我們把它營造成一個安全 因為食品的安全認證我們都長期的在做 還有就是說所有的這些攤商他們的自主管理都做得非常好 那也得到市場管理處這邊的幫忙 市政府這邊的幫忙 然後我們做了很多建設 包括說這些攤招 攤招是多餘的 多餘攤招 實價登陸 還有這個好碼登作為這個公共的宣導啦 然後幫政府推播一些公共政策 這個是我們理所當然要做的 那因為我們南機場夜市跟所有的住戶 也達成了很和諧的互動 包括很多垃圾的問題 噪音的問題 還有油煙的問題 我們幾乎只要有問題我們都一一處理 所以我們南機場夜市在這個社區裡面 是得到大家的肯定 台北市政府連續幾年的打壓季的這些活動 那我們也參加了今年第五年 那歷屆也出現了很多就前十名 或者說去年的Top10 那有很多這些店家都得獎 然後這個得獎過程裡面 大家都互相鼓勵 互相激勵 我記得五四年前啊 請他們報名打壓季都沒有人理我 但是從去年開始大家都搶破頭 我們打壓季的這些店家 首先都會在我們夜市場域裡面做一個衰竭 篩選以後 覺得說這十家不錯 然後就把它推出去 然後大家都很開心 當然沒有參加的會有一點失望 不過說明年再努力啦 那打壓季開跑以後 我們會配合市政府這些 所謂的五十塊的購物券 那我們商場裡面 目前就是我們會規劃一個所謂的行銷那個活動 然後後續出來以後 我們會在網路上面 廣告給所有的這些消費者知道 我當會長啊 我也是在第一線做營業的啦 我家就是八棟圓仔湯 那八棟圓仔湯 它本身在南機場 它已經經營了四十幾年 那我們參加過很多的這些比賽啊 還有很多這些愛好者 都對我們非常的贊同 也非常的鼓勵 所以我們得到2014年的全國湯圓的PK大賽的第一名 然後去年得到台北市政府舉辦打壓季的Top10 然後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每一次得獎 都給我們很大的激勵 那讓我們的產品可以日新月異 然後一天比一天好 我們今年夜市打壓季特別要選出夜市之王 那我們之前經過了這個秘密客的這個探訪 然後選出了74家嘛 那接下來就要由大家市民來共同票選 那麼找出好的這個美味的這個夜市美食 那另外今年呢 我們跟幼婦也有合作 那麼每刷50塊都還有10元的回饋 所以我想這是大好康 歡迎所有市民一起來享用我們台北的夜市美食 南機場夜市其實是台北非常著名的夜市 那其實剛剛看著我們 謝謝